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分享一些有趣的内容 现在屏幕上同学们看到的就是两个二维码 这两个二维码非常的酷炫 当然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地方 都是我的YouTube频道 那究竟如何生成这么酷炫的二维码呢 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来一步一步的介绍 如何安装必要的软件或程序 来实现这么酷炫二维码的生成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已经用惯了普通的黑白小方块构建的二维码 那如果能够有这么酷炫的 那么有个性 同时与众不同的二维码 对于自己的品牌的推广 我想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首先来看看 我们在自己的电脑上需要安装一些什么 来确保自己有一个能够生成这类二维码的工具 第一个要安装的呢 就是这个Stable Diffusion Web UI 这个是在Github代码仓库这里维护的 我们推荐是通过克隆的形式将它克隆到本地 这样能够确保自己的软件和开源项目的开放随时保持一致 当然具体的安装步骤在文档中都有介绍 那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在不同操作系统会有不同的启动脚本 比如我们在Mac上面可以说Web UI SH Windows就Web UI BAT 我在这里呢已经克隆出来了这个代码仓库 同时呢通过Web UI.SH把它启动起来了 要注意的是首次启动的时候呢 可能会按照指令会要求安装一系列的安装包 那根据指令走就好了 安装完成后它会运行在7860端口 那我们通过浏览器访问就好 这样呢会打开这个页面 当然我这里呢已经预填了一些信息 一些参数 帮助我们能够快速的生成一些内容 那除了Stable Diffusion Web UI的安装 我们还需要下载一系列的模型 第一个呢是Stable Diffusion的模型 这里呢我们会看到目前最上方这个下辣框 我们用的是Dream Shaper这个模型 版本6 当大家第一次安装好以后呢 这里可能只会看到一个模型 那我们这里用的Dream Shaper呢 在哪里下载呢 在这里在Hugging Face上 在这里有这个下载的文件列表 那我们使用的是版本6 这个版本 大家可以在这里下载 大约6G可能需要大家慢慢下载 所有的链接呢 我都会放到视频描述中 因此同学们也不用担心 描述中取用就好 这是Stable Diffusion的模型 下载后我们需要放在这里 这里呢是我的Stable Diffusion Web UI的根目录 这里面有个模型 Models目录 里面呢有个Stable Diffusion的目录 在这里我们将其放到这里就好了 放到这里以后呢 浏览器当中可能不会出现 或者点击这个刷新 如果不能加载 我们重启一下Web UI就行 这是Stable Diffusion的模型 接下来呢来到扩展这里 Extensions 在这里会看到我这里有一个扩展 叫SD Web UI Control Net 这个呢是Control Net的插件 我们需要安装 因为我们需要用到Control Net 如果还没有安装呢 第一次使用Web UI应该是没有的 那我们点击这个Available 通过点击load from 从这个扩展的URL 这里有个配置 可能可以加载所有的扩展 在这里呢 搜索Stable 我们回到这里install 搜索这个SD Web UI Control Net 这个插件就好 然后呢点击右边的install 就可以进行安装 安装完可能需要重启Web UI 我们重启一下就行 这里呢我因为已经安装了 所以在这个加载后这里是看不到 对应的那个插件的 完成安装以后 我们来到Settings 在Settings里面 这里有一个Control Net Control Net这里可以指定 最大的模型的数量 Control Net的数量 就是有多少个Unit 我们马上回来会看到 可以设置成2、3、4、5、6都可以 设置应用了以后呢 应该也还需要重启 这里呢有说明需要重启的 总之在这些配置和模型部署后 都重启Web UI 能够确保这些资源能够加载 我们回到这个txt to image 就是文本到图片的转换 在这里呢 当我们安装了Control Net的插件 同时设置了它的最大的模型数 2、3、4、5多于1以后呢 就可以来到下面这里 这里有Control Net的操作面板 我这里呢 设的最大的模型数是2 所以这里有两个Unit 在我们这个示例当中呢 也是使用两个Unit 要提到的是 我们的二维码 并不是通过这个工具 就能够直接生成 首先呢 要编辑或者生成括弦二码的基础版本 是需要自己去通过一些工具生成的 那我在这里呢 已经生成这个工具 并通过这个Single Image这里呢 点击按钮 将这两个Unit设置为了同样的图片 接下来需要注意的是 每个Unit必须要Enable启用 否则呢 它不会应用的 启用后 Control Type 这也是 O 接下来呢 就是预处理器 预处理器我们都用的是 InPaint Global Harmonious 这个是帮助我们完成这个降噪啊 等等的一些图片的处理工作 预处理 接下来呢 是模型 两个Unit我们使用的是不同的模型 分别使用的是 ControlNet这个模型 V1的模型 这里呢 我们用的SD15 Tile这个模型 我会把这些链接放在描述中的 另一个模型呢 使用的是一个社区维护的版本 就是非官方的 这个呢 是这个叫SD15 Brainess这个版本 下载后 我们会放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刚才下的Stable Diffusion模型呢 是放在对应的 它的名字下的一个目录下的 那ControlNet呢 就在Control 在ModelsControlNet这底下 这两个模型 我放在这里的 当然如果在这里加载后 并没有出现这两个模型呢 我们也是重启一下Web UI 就可以了 接下来对这两个Unit 还需要做这个权重的设置 以及Starting Ending 这个ControlStep的设置 在第一个Unit呢 我这里对ControlWeight设得0.35 Starting Ending分别是0和1 另外一个Unit呢 要注意的是这样Unit 我使用的是不同的模型 第一个模型使用的是SD15Brainess 第二个模型呢是SD15Tile 第二个模型的ControlWeight StartingControlStep和EndingControlStep 分别源跟第一个Unit是不一样的 这里是0.65 0.35 0.75 其他的参数呢都保持默认 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回到上方 这儿有一个采样的方式 现在我这个二维码生产的使用是欧拉的 那我们可以使用推荐的是这个速度比较快的 它的速度也相对比较快 DPM加价2M Keras 这个采样的Steps默认的是20 我们可以将其设置到50 这样它的采样更步骤更多 更精细 那相应的在图片的生成上也会更慢 所以这个图片处理会更慢 有兴趣呢 大家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个 这些参数的不同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生成 当然在生成之前我们是需要一些文字的 这个文字是大家应该最近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叫prompt 这个prompt告诉模型该如何生成 那生成的内容我期望是什么 这个图片当中的内容 我们需要去很有效的描述它 那另外下面这个prompt呢 我们来先把它删掉 来看看这个提示 是negative prompt 这个negative prompt是告诉模型 我不期望要什么样的内容出现在图片中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希望出现一些丑陋的 低质量的啊等等 就是很模糊的啊 这些关键字放在这里 就确保在生成中 不会有这些元素 在这个图片当中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generate 来生成这个图片 那刚才我们同样的这个提示池已经生成下面这个图片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图片满不满意 当然我为了这个生成速度 我将一些参数调的比较低 让它能够快速的生成图片 有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把这个参数呢 调一调来看看它的效果 那在这里我们就尝试一组不同的提示池来生成一个图片 我们在这里替换一下 我们来生成一下 点击generate 它就会开始工作 我们通过控制台在这里 会看到它这里会加载配置 然后加载模型进行这个图片的生成工作 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已经开始工作了 在前面前端网页上也会看到这个进度 那这里呢大概会需要5到10分钟 那后续的这一部分等待时间呢 一会我就把它快进了 当然同学们也会慢慢可能听到 那我的电脑开始轰鸣起来了 这表明这个是替换非常密集的一个工作 那现在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进度了 那我们就开始让它工作 在这里呢 我们还需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在webui.sh 或者webui的这个进程运行起来后 到我们点击生成 很有可能因为硬件资源的限制 出现内存分配的问题 导致这个进程就退出了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解决呢 我来分享这么一个点 这个issue在这里 这个是stable diffusion webui的一个 大家提了一个目前还是开放的问题 就是out of memory内存不足的问题 大家如果都会看到这个 backend out of memory这个错误的话 运行式错误的话 那该怎么解决呢 大家可以尝试下面这个名称 这也是我测试后 我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发现能解决这个内存不足的问题的 因为在使用这个方法之前 我简单执行webui.sh也是会无法正常生成图片的 我用的呢就是这里 我们使用pytorch mps high watermark ratio 将ratio设为0.7 当然这里呢 precision4 我没有用 在这个issue的后续讨论中 也提到了这个参数 就是没有使用precision4 我没有使用它 因此我用的命令就是这个 通过指定这个high watermark ratio 0.7 同时no half参数 这样呢 启动的进程是能够正常的未有新的图片的 至少大家现在看到这里呢 它是在工作的 同时后台这里也有进度 好了 那我们就等它来生成 看看最后得到结果是什么 那我们这里就一会再见了 好了 咱们等了大概10分钟 Stable deflation终于将咱们这个图片处理出来了 那我将它点开放大看看 那同学们觉得这个图片怎么样呢 是否比较有性力 那有什么更好的prompt 也欢迎同学们分享 然后我们来测试它看看 Stable deflation能够为我们生成怎么样的 非常与众不同的二维码 那关于软件的安装环境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同学们赶紧也可以来试一试 看看究竟自己能否在电脑上也部署这么一个二维码生成环境 来生成一些非常与众不同的 非常具有自己个性的签名的一些二维码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同学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